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這個影片 其實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影片 對沒錯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說 拍影片剪影片最後出來的成果啊 你會發現好像 音樂一定要對那個beat 對那個beat就是對那個節拍嘛 你音樂的素材 放到你的時間軸上面的時候 你會不知不覺想要去對那個beat 就節拍 對我覺得這個想法是非常有趣 我從我開始剪影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我的素材 一定要在某一個時間點去對上那個節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說我今天我的素材 我不對節拍的話 我的影片會怎樣 會比較不好嗎 所以我今天單純就用一部影片 然後它是已經剪好的影片 當然它的節拍還是對好的狀況下 可是呢 我如果說我今天我把這個影片 把上面的音樂 把它稍微移到不對節拍的時候 它影片看起來會怎樣 所以我今天打算就要來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網友講的 Breakdown的影片 因為我之前也是做過類似很多 比較型的影片 我發現這些影片好像是大家比較想要知道 不管是方法還是說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想法 類型的影片 所以這個人私訊給我 希望我可以去做出這種比較影片 看結果是如何 大家會喜歡比較 對節拍的還是不對節拍的 還是說你覺得說中間是對節拍 不對節拍都無所謂 靠著自己的感覺去剪的一部影片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 Breakdown 當然依照慣例 要Breakdown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理論在 譬如說今天節拍到底要怎麼對 講真的我不懂音樂 但是我知道剪影片剪久 你會知道說 其實那個節奏感跟對節拍 它完全是兩回事 舉例來講好了 我今天我的音樂 我的節拍是要四拍之後 接兩拍再接四拍 是可以的 我也可以很普通 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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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進行一個剪接的動作 只是說今天這個理論 首先是要講說 前提之下我們這個 對節拍的 這個節奏點我們必須 比如說是四拍四拍四拍的時候 我沒有對音樂 我也是必須要去 用四拍四拍四拍的方式 去做一個整合 OK現在我們就跳進去我的電腦裡面 然後這一部其實是一個隨手拍的影片 它的音樂也是 我自己聽的順耳 我聽的順耳之後 我就是把它加到這個影片裡面 然後它的節拍出 前半段全部都是對節拍的一個狀態 但是它到後半段我自己有講一些口白的時候 它是沒有對節拍的 所以這邊就先不管 我們就是先來看這個 音樂跟畫面對節拍的一個狀況 然後來比較說 等一下我如果說把這個音樂 把它稍微弄得對節拍的話 看起來會怎樣 音樂有點太大聲 音樂音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后面这里就比较没有对接拍 的确影片跟音乐如果说对接拍的话 看的人会跟着点头啦 对这个是很正常的 只是说 我个人认为是我喜欢对接拍这个方式 因为可能是习惯问题还是怎样 还是说我觉得每个人 他对音乐的掌握度 他本来就是会有 自己的一个tempo 自己的一个节奏点 自己一个就是beat这样子 所以 影片对接拍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 在不过的事情 正常 正常在不过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讲 接下来我稍微把这个时间线把它弄得不对接拍 其实你要看不对接拍也是蛮简单的啦 因为你看他下面这边他有超过一点一点一点 就是有点黄色的部分 他就是比较高音的部分 就是他的beats 他的古典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只要把这个地方把它往后挪一点 然后稍微看一下 我稍微看一下 他有的地方有对到 所以我稍微把它 再极端一点把它弄开一点 然后现在稍微看一下 稍微检查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没有对接拍 对对对 他稍微会延迟一点 甚至说 就是完全没有对到的状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影片真的会比刚刚那个影片 看起来不那么好看 不那么想看吗 我们来看一下 完全没有对到 他隐约还是就算你没有对 他还是自动会帮你有对到一个节拍啦 因为音乐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看不出来 讲真的 我真的看不出来 到底有没有对到节奏 还是说 对节奏比较好 不对节奏比较好 我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本身身体里面 还是想法里面 自己有自己的一个tempo 所以你对时间线 你对你自己的节拍 可能是跟其他人对节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yo 接下来就是有点工商时间 我的音乐是由 APIDEMIC SOUND所赞助 APIDEMIC SOUND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 所以他全部 他使用的状况都非常的好 我为什么要使用他 他其实这个音乐他有 三万五千首左右的音乐 任你挑选 然后音效 大家都知道我很常用音效 像现在这些音效 对 我喜欢APIDEMIC SOUND 然后他其实他就是 比较简单啊 你看这个画面 他其实他对一些剪影片的 做影片的人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有很多种选择啊 像你想要选择 诶 比较重的 还是说有比较见识的 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些付费音乐网站的话 APIDEMIC SOUND一定是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我们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Daniel Schaefer 所以他其实他 你会看到我现在背景音乐 这个音乐就是Daniel Schaefer 他使用的音乐 然后我现在就来使用一下 来找给大家看 其实这里就是有一个寻找 然后那一个音乐 的名称 叫做什么鬼来 叫做 Till Me Now 应该是这个吧 然后你会看到他这里 他就是 会有他的音乐类型嘛 他是比较属于灵魂音乐 对 我们就来播放一下 然后他有三个版本 稍微听一下 有沒有 Daniel Schaefer的感觉 Daniel Schaefer太爱他了 对 OK 我们接下来就回到 我们刚刚我们的那个主题 你影片到底要不要对 节奏的beats 对 你有对 跟没对 的话 我觉得是个人习惯 很多做影片的 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个人习惯 他并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 你如果说你今天你喜欢的话 你应该就是 嗯 照你喜欢的方式去做你喜欢的影片 但是 有两个原则 你如果说你今天你是做案子的话 哇 你必须要做 是做 客户喜欢的 因为他付钱给你 所以你要你要做出 他喜欢的 影片 不是做出你喜欢的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作品的话 你可以 就不管其他人的想法 看法 你就是做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影片有对节拍的话 是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所以我还是会依照这个方式 但是影片不对节拍 他其实他也没有不好 我觉得没有对节拍 他反而他是 会改变这个影片的风格 所以 其实 有时候 你也可以试试看影片不对节拍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做法 感谢你的收看 然后这次 这个影片啊 也是 有人提出这个想法之后 我觉得说 诶 这个也蛮有趣的 可以做做看 所以说 你如果说你今后 你也有一些 影片上的想法 你 你没有试过 还是说你想要听听看别人的看法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私讯给我 我有时间我就会做这些 类似像BREAKED DOWN的影片 就是做一些 比较COMVERCIAL 比较BRO的影片 对 我是TOMO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FOLLOW我的IG 然后 下面的连结 你就随便点 我们之后 我们会在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 没办法拍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